在前两天,大波湖发布了一期加明G1000NXI航电的入门教学节目 有许多观众朋友表示,想看一次G1000飞机的飞行全程 那么本期节目就是为各位准备的 将驾驶Kodak 100,从比利时布鲁塞尔起飞,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 视频包含以下阶段,通过航电制定飞行计划 起飞 自动驾驶导航与巡航 手动下高 自动截获IRS 以及最终的手动降落 有关微软模拟飞行下次大更新带来的全新G1000航电的基本操作 可参见之前提到的入门教学视频 在简介区有传送门链接 也欢迎加入大波湖粉丝群 方便与我以及其他飞友一同连飞交流 对于想了解这次大更新改动的观众朋友 大波湖也有做过数期视频 可稍后延伸观看 09没有IOS 09这个行像好久了 何必呢 而且09这个VOR这个位置也好奇葩 如果从南边进来的话 给从机场上绕一下 它这个VOR的频率是多少 108.4 但现在确实是东风就用09 还是用这个方向大概是08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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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方式多一点 06有个纯的有这个IRS 这用06这个吧 用06IRS 06IRS 04就算了 04降不下去的 等一下 我这里还在载入 我还在设置航路计划 这个呀就可以 那家波音又给你过来了 应该是吧 它是直播观众 它一直看直播 飞行计划 我在SIMBREFER设计划 但SIMBREFER计划不能导入的 只能是在 这个一线再重新输一遍 这是我之前说的 这一线有三平版本 这个Codiak 100是三平 行 先设飞行计划 起飞机场 Echo Bravo Bravo Romeo 原来Codiak把这个旋钮的声音都做 好精致 用的是动拐组 用的是动拐组 动拐组 Tel alpha Mike 指标跑道 洞6 那边的风啊 是3 10度 11节风 那用洞6差不多 哦不对 10度 那是北风啊 是不是跑道又得换一条 现在那个风是10度下来的 北风11节 二姐来帮我再换条跑道吧 换了 因为现在是10度的风 那就是北风 看个哪个跑道更好一点 好像没个更好的 那就洞6吧 洞6 洞6是吧 不不不 等会儿它跑道 这个跑道 还是洞6 就是洞6 就是洞6 就是静静的时候是一个侧风 注意一下就行 OK 洞6是吧 对 对 然后中间的航路 沞测6 海岛4H 我很期待它这下个版本这个用键盘输入到底是怎么样 直接直接点那个点那里就贴修了 这好意思 这个长度的航路点至以前打不进去 怎么发现这个问题 那就无所谓了 这个这个点差不多 剩下就是这个洞6的这个IOS 洞6IOS的起始点是叫Othro 找那个点就可以 直接直接做procedure approach 东6IOS 这个机场好像应该有那个标志 有 但是 我说苏狗这好远 直接用Vector吧 其他的那个航路点 太远了 River这个是不是还好点 好像绝顿高是8900还是9万 那不是吧 绝顿高 我们是我们是Cat1 890还是9万 189什么890 自己看啊 我们是我们是CatGory1的189啊 你要明白一点 你要明白一点 河南的海拔是负数 我目标的机场是海拔是负担的 为什么我跟你看的不一样的 跟你看的好 哦 知道 东6IOS 你看哪个了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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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进点 用River那个点 我看一下River这个点进来是啥 阶段高 190 我选了是从River那个点开始 River 对River正好跟我们是顺路的 就是Highland 下一个 就是Highland 直接 Highland 直接到River 然后这条线是顺路的 然后就是SPL 然后是101102103 对吧 等会我看一下你说的 是不是跟我都吃完一个 那好说的不是一个东西吧 River下面是POW啊 然后从Soxy开始是 我有两个River 哦 是 是有两个River 对 我这边有两个River 我操 River要求是1万英尺 就是 下一个点就是叫POW POW 对 POW 是AM610 然后Soxy 然后是AM613 614 然后就进进了 进进下去 那是一样的 然后你这River是多高 没看 River是我这写的是1万 按量那个 刚才我们用G 我们用SX172走过一轮了 讲的 我觉得讲的还行 不知道剪完之后 大家看法怎么样了 我觉得这个航路就可以了 这个航路 我觉得顺路 主要是 正好从Highland过去 就直接到了 这把也是不用ATC了 跑到没有清空 它还不走 OK XDD 你看你后面 看到我 看到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 00 59 45 ? 我等人家空客起飞的 他好像是刷新在跑道上 他就等会儿 这个距离我觉得是先到4500转换 然后直接爬到1万 平飞就完了 因为咱们再高一点的话 不高机会儿就得下了 你要被 我刚想说你要被GCC掩过 他停下来了 A3能起飞了 他好像没起来 他又追下来了 他又起来了 他又追下去了 这这是新玩家 他消失了 他已经死了 走 该我了 我们目睹了一场空难的发生 用达机 用达机 跑到灯 进一开着的 一会儿我得把这个MIXER调上来 新玩家很有意思 尤其那明显也是对航空知识不了解的新玩家 好 XER调上来 飞起飞 起了就绪,走 快去 直接开AP了 重置四线5去,四线5种很高度 VS看一下 行,差不多,可以,关头瞄 看一下你们 进运,进运运呢 在那看到,波音的转向真是 我忘了调那个knife knife,现在偏航有点严重,得手动飞过去 现在切手动 这个就是之前说过的一个注意事件 就是之前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导航偏航很严重的话 它的导航不会自动接过去 你的手动在往那飞一顿 这是G1000的一个,不能说通病嘛 它就这么设计 就是离那个 你的那个本身设计的导航比较近的时候 再接这个AP导航就可以 现在好像还有点远,就再进一点 现在应该差不多,我试一下 现在还是RAW模式 GPS是ARM,白色的字是ARM 理论上,现在是AP一直往前飞 再靠近一些的话 应该GPS自动会切过来 好,盖斯通这一片,GPS先过来了 这样上下事我们就不管了 我感觉动力不足呢 是不是也没问题 是不是太沉了还是 后面这么多玩意儿 对对 关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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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高度4500 黑屏2不用调 黑屏现在是对的 现在是自动黑屏 这感觉动力不大对 但我也不知道问题在哪 好转换高度到了 现在是往射到1万 这以前的话就没有 没有那个标准 标准气压的那个切换 我们手动切过来 切到2997 真的谁有谁知道 我现在动力感觉不大对 不知道为什么 我飞这个飞机的时候 它那个动力也到 也就是到100多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后面太沉了 但是你要飞208的话 感觉动力还蛮强 那就不知道了 因为你还记得我问 我问你那个大宗雄和大扑车 那个区别在哪 嗯 我当时问你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结果你就是这个东西没有查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有功力的不差 因为我那次飞那个大宗雄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不应该啊 对动力上不去 对 是当时我就不是在群里问吧 我又下去了 还是说我操作有问题 但原则来说该开都开了呀 是啊 难道现在要调会有笔吧 不对 这是我讲啊 我讲不要调这个呀 算跟着这么飞着吧 要爬到一半去 今儿这个云不错 我也真想啊 我讲怎么动力能那么差呢 我觉得唯一的解释方案就是后面太沉了 但是就算你没有任何在这种太坏式这个动力 我就想不清楚 那就 我试过 那就有问题 我在想啊 你地面你就是你没怠速状态 你一松刹车 它就自己往前溜了 那动力应该蛮强的 但是那到天空就 把VS调低点 难道因为爬不上来 哎不对 800还爬不上来 那太弱了 它到300 速度是往上走的 感觉这速度真是太低了 真空速现在160确实低一些 确实低啊 没道理啊 顶峰四节也不应该就是 然后现在室外温度6度不需要开除冰 这这这这区云没有没有任何影响 那空调的问题 空调我是关着的 我也没开空调 开了不开都是一样 氧气我也是关着的 真的这个感觉有点 然后得确认一下 刚才提到的有一点是 有可能ILS的频率 它没有没有自动给你转过来 目标机场是 Eco Hotel Alpha Mic 目标跑道是洞6 洞6ILS 洞6ILS的频率是 110.11动点55 11动55 那就是设置的 自动设过去的 这个是自动设过去的 好像是跟讲句有关系 调讲句的话能把它调的 稍微稍微好一点 是得调讲句 可能还真得这么干 我通过调讲句 获得了1000多的扭力 速度能上来 中间这个栏杆 栏杆讲句 老说实话 很少开这种飞机的 就是调讲句 这事给忘掉 这是正式服 就是获奖确实是不用调 不用调战友比 但是讲句还是得调的 不过你那台TBM讲句是自动算的 你不用管就是 我这玩意讲句还是手动 速度立刻就上来了 问题是在讲句上 测试服多久就可以上 测试服目前官方说是会推迟至少两周 至少到9月 但现在的具体时间还没有说 只能说我们只能说是等 你要是等不及的话 也可以去测试服 只不过测试服再退回来的可能 操作比较麻烦 这是看你个人的要求 可看个人的需求 我现在扭率扭矩最高是1740 行就这个数了 前面这些云不错 今天天气不错 现在飞的飞机是Codiac 100 市场里有卖 飞机本身做得非常的棒 然后航电是用的G1000 G1000的话就是系统的G1000是可以更新的 就是也可以这么说 他通过这个方式 他自己不做航电了 系统现在需要开皮脱管了 这么冷了吗 明明的万万 三个版本的区别就是默认 默认给的飞机和机场和和那个精致机场的数量的区别 区别只在这儿 游戏本体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只是你可以理解为你花钱买更多的飞机和精致的机场 只是这个意思 但是模拟飞行这类游戏吗 总觉得总之就是更精致的东西都是第三方做的 就是这个意思 来说到第三方 最近不是说那个 11月的更新里面还会送三架新飞机吗 是那个Janny和Goose以及那个大地神吗 今天那个Inibus说了 Janny和Goose也是Inibus做的 大地神是Alsobo自己做的 FF320是啥 大地神在望你怎么飞那去了 没有啊 我一直按航线去飞 我的航线是对的呀 怎么咱俩偏这么远 你下个点是什么点 我已经过了过了那个海冷下点River 我刚从 我知道了 没事 我直接直飞你那个点 你是不是GPS那个问题 我是 我直接直飞你那个点 果然讲句的问题 讲句影响很大 A320 A320这样 那个默认就有一家A320 但那家A320做的不是特别好 然后 现在有一个开源免费的叫A32NX的插件 但是是只有第三方市场能 第三方能搞到就是游戏内 只有PC版可以用 一个A32NX做的不错 而且开源免费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收费的叫Phoenix A320 那个是可以说是有史以来 做的最强的模拟飞行的第三方飞机 售价50英镑 是这样 然后这但是这跟跟跟跟跟跟 跟刚才那个开源的比呢 它是有区别的 最强的那个是A320CEO 开源那个是A320NEO 两个飞机不一样 但是只是有气味区别 除非你是研究这块的 你跟一般你感觉不到 如果你想花钱可以买那个Phoenix A320 如果想钱体验的话 可以去下载那个开源免费的那个 我记得是50英镑 不是50欧元和英镑去 这点价格差不多就是 而且确实是有史以来做的最强的A320 没有之一 不是开得笑的 诶 禁欲是不是快到了 我看你在下高度 啊不对 你还在提高度 你是纯手飞吗 我刚发现 咱们左边怎么这么多飞机 我不知道 是极对吧 好多了 我操 是密密麻麻的 那明天还没考虑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收费的那个A320 是有史以来在所有飞行模拟器里最强的一个 比之前的X-Plane的那些还要强 X-Pulse玩家真是惨 真没办法 只能说是等下个版本修正吧 目前来看是能修 他们已经找到了问题所在了 而且那个问题特别的 那个问题特别的傻 问题在哪儿了 问题原因不是那层泄漏吗 但问题是现在的本质原因是 就是游戏以下X-Pulse请求 现在还剩多少内存 然后X-Pulse汇报是错的 这是Asobo自己发现的问题 肯定已经打上去了 说你们X-Pulse 是修正这个问题了 阿迪在望 我看到了你还按了个Y是吧 在我面前飘过来了 你没必要这么操作吧 我只是说实际 没事 调一下 调一下那个点 40周年里面送的那家A310 是专业级的 是Inemius做的 那家A310可以说是你可以期待一下 非常 就是如果不出意外 做的会非常专业 而且是免费送的 但是A310这飞机太太说实话 有点古老了 我不是 不是适合每个人都能飞的 不用怕 40周年更新是免费更新 你现在买的话到时会更新的 是一个相当于游戏更新包 推给所有人 这个倒是不用怕的 啊 二姐在吗 有这么说的话 其实这个Codex的动力其实不是特别强 它的那个速度上限是去180 是 我就感觉不是很 对 刚才你问的那个问题 刚才我也试出来 应该是讲句问题 得调讲句 不调讲句的话速度上不去 那大鹏车的动力就比较强 那倒是 这也是为什么大鹏车卖的好 市场是不会出错的 至于买什么大家都懂 然后像现在看到这些云 在SU实质更新之后 又会看到样子又会变 会比现在要看着要亮一些 这左边这堆而且非啥都有 有TBM 有那个King Air P38是啥 感觉是小飞机机队的样子 不计有什么连飞活动 你怎么从我上面飞过来 直接掉个头 我手飞 不用打 Coliac跟大鹏车比 我觉得只能说是它更现代一点 体验可能更好 但论性能真没大鹏车强 所以说它出了一个900 900好像大一圈是吧 对 螺旋奖也多了 双奖的 五奖 跟TBM930 你说扇叶是吧 对扇叶 看看我飞到哪了 还得飞一回子 马上就要到 等会儿啊 那个点是 等待待待待 我看一眼 下一个目标是River 到River是1万 然后就要降高度了 要不要用V-Nive 这架飞机有V-Nive 好像没有那样子 Codec一板圈没有V-Nive 垃圾 过了River之后就要降高度 到Power得是8600 那就是过了River之后 直接调到 调到 调到2000吧 机场的转换高度是 那我看一下航图 机场的海拔是负11英尺 对 这是荷兰 荷兰是负的 IOS入场高度是2000 转换高度是3000 Otheron是第9.4 最大空速是220几 这个我肯定到不了 第8.2 就是AM609的时候 第8.2 要开始下降 下降坡度是3度 你现在是往Power那个点飞 对吧 现在正在往River那个点飞 我是Category 1 Category 1是190英尺 阶段高度 这个降落好像 没什么需要特别注意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它的海拔是负数 可能高度指示上 就会有点奇怪 第8.2的时候下降 就是AM609 航路上没有609 航路上613和614 算了 我把那个backer打开 省着一会儿出问题 这个时候 这就用到Burry 就能够叫Burry 等会儿 我两个Nav都是110.55 那两个都可以 哪个都不可为 行 那边的天气 我再刷一下 天气 天气目前是 北风10节 20摄氏度 6.12 在340英尺的时候 有少量的云 云这么低 或者少量云 倒是不所谓 气压高水 加618 1618对应水原柱是多少 对应水原柱是多少 30.0 就是3006 3006 转换高度是3000 我到River吧 我看到 我现在将高度 我在你左边 我在你左边 我看我在 在我上面有个东西 直接我设到 直接降到2000 转换是3000 IOS要我去2000 先按 500下降 看试一下 POWER是 8680 那个机队 过来了 他们是不是也去 阿姆斯普丹的 代表就用这个方向走了 估计真的是 他们有一场很大的 电飞活动 我看看traffic 上面会怎么显示 他们不在我traffic上 但我 但我那个 雷达 我拍一个给你看一下 就离谱 我这是 他们好像没开 令达机是吧 这意思是 没有 我拍个图就知道 发了去 我的面前上是 是看不见他们的 我能看见 我的那个traffic 让看不见 牧师可能能看见 traffic 我能看见 我看不见 那我不清楚 我发给你看一下 奇怪 我雷达上次能看到他们的 那你用雷达的吧 我这是用那个硬达机的traffic 可能应看 可能他没开吧 应该是 不是不是 我也不清楚 你看 找一看 你的高度 你的高度 他们好低啊 他们这个方向就不是阿姆斯特兰的 走这么低 我爱你了 你看我那个我 那不是他们 他们应该在我们前面 这不跟你平行的吗 而且他们应该是 他们应该是复数啊 咱周围的飞机不少 但都在他们上面 我这个-500的下降率可以 那个VS可以 下一个点要 5,760 真的他们是在这个 T-Cast这个这个 这个指示上看不见他们 好像是玩家之间是看不到的 能啊 我能看见你啊 哈 你能看到我traffic啊 对啊 T-Cast我能看见你的 就是你那里有报警吗 没有报警 但是我都不能知道你在哪 所以刚才有一架飞机跟我重合了 然后我推翘翘翘一看是你 是不来的 今天的正午斯特丹 不离了这么多人 下一个点是5 这个时候真的因为这架飞机没有VNive 只能说是手动控制高度 高度得再多下一些 下的不够多 油门可以收一下 下一个点要4000 下一个点要4000 控制压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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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量可以提升来了 讲具拉满 现在是要静进 错 在我下面有架飞机那是谁我操 是一架升程的KLM的 是一架升程的KLM的 飞机也是去阿姆斯特丹的 它拐了 它也去阿姆斯特丹 好像全部都是 对 我就全往那走 它是从海岸线那3000英尺的高度绕过来的 我现在面前好多飞机 过来这个点下面是AM613 613要2652 速度可以停一点 速度可以停一点 啊 原来 我掉鞋了 我刚想说 原来这个 这架飞机虽说没有VNive系统 但是它的这个 AP上还 不是AP 它的这个 G1000上还是会告诉你 你在 你的这个 垂直速度到底多少 会更合适 它要给你算出来 好先进 有这么舒服 转换高度是3000 现在是3006是吧 下一个点要2900 我速度可以收一下 转换高度到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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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Localizer和Glad Slope都能接到了 把VS关上,用不到它了 现在是IOS,IOS成功 准备进进,开进一 进一又换了架A321过来的 着陆灯 好,现在行,这边的屏幕关掉 封,14阶封 先手动,准备做事 大力咱们注意一下 好,我看到了 我已经切手动了 这段高是19 这段高是19 想录点素材 你可以开,先把那个录像打开 然后飞完再录 在驾驶舱里其实路上没几 或者这么说 这个阵风的感觉 如果是SU10,会被吹出神经病来 现在,虽然说阵风不是 现在游戏的阵风不是特别晃 已经都有这个感觉了 SU10里什么样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你能收到那个O的提示吗 我这边收到了 哦,收到了,收到了,收到了 对,那个摩斯电码 就三场 能听到那个声音是吗 能 但这声音怎么取消掉 一直在那儿响 他自己过了,他就灭了 过了这么多 那也太烦人了吧 但是,好像是可以调 对,它是可以调那音量的 哦 你记得好像是可以调 是个独立声道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 对 G3000我知道怎么调 它那个独立声道 就是你把那个 Audio Radio那里调 然后它是有那个NAP1 NAP1那个声音是可以调的 哦 哦 它是导航台发来的声音 对 就是那个导航台发来 就是那个导航台发来 iOS它有三个点 还有 现在不是发过 对 对 是那个东西 原来是它 这个声音是从那儿来的 有时候我接到过 我不注意 原来是这么来的 这个 它好像是个什么 什么 性标台 就是告诉你 此时的几句 你好像是做什么 是有种种类的 那之前飞152的时候 经常能接到这个玩意 这是想 我还以为啥呢 原来是这个意思 这是标几点 不过这玩意很少了 就是 有一些机场还会有 阿姆斯特丹吉尔还会有是吧 对 这个风好别扭啊 它好像有三个是 一个是O 一个是M 一个是I 最后一个点是I 嗯 白色的 蓝色是第一个点 500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一 二 三 我就封一点膀 好,一切正常,不用反推,可以直接停下来 好,没有问题 前面这个可以拐过来 好,我落地了,你人的 我在你前面 我好像落地的时候没看见你 好,我在你前面,我能看到你 这块好像能停飞机是吧 算了,我先停下来改一些东西,然后再往前走 我看到你了,玩家太多了 诶,禁狱人呢,禁狱人看你换架飞机 这个机场好像是人工打造的 我觉得面前这块我能停飞机我就停这儿了 我说,不愧是郑姆斯特丹机场好大 好,有一次在天上跳风速直接吹翻了 那你知道其实所有的飞机都可以处置起飞吗 只要你顶风到你的起飞速度,你就可以飞起来 正好一点半了,觉得差不多了 今天晚上就是演示一下这一千 感觉,个人感觉还好 你能感觉,一下点像后来 一会儿,就不让我感觉 你对视频一会儿,再剪一下 看一下出地率多少 录像统计的是13 这么低 Volanta统计的是 125 还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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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发你那个链接 你点开然后翻 拉到下面看 你就知道那个 嗯 还有这东西有描述 而且还可以试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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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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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